商姐和耀贤是彼此的第二春 夫妻俩育有一子 商女圈算是一个礼物 所有人都很喜欢她 她等于是把我们 这个所有人连起来的 一个新生命就对了 耀贤和前妻的两个小孩 是由耀贤的妈妈带打 孩子觉得跟爸爸有距离 会觉得说你平常没回来 然后后来就一直骂儿 就说你干脆不要怀 你们父母很快碰自己的 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家人比较像是一种 可以一起互相关心 把真的去参与对方的生活 在婚后的商姐 提起和前夫的女儿曼玲 心中仍有许多亏欠 我没有给她一点东西 这一天 商姐特地安排和女儿单独约会 却有个人一直来搅局 生了弟 上去找爸爸 究竟商姐能不能对女儿 说出心理的话呢 尤其是你再生了上学以后 很担心我要被取代掉了 这五晚上九点 就在公司频道谁来晚餐 公司机会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